Hello 大家好 我是Cherr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vlog诶 有一点不一样 比较特别一点 今天是就我的心情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工作的关系 我就是很久没有回家了 然后我上一次回家是新年吧 然后到现在已经六月了 我大概有四个月没有回家了 所以今天终于政府办款了 所以我可以回家了 本来在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 我就有安排要回家了 可是就是突然收到政府的通知 就讲说封国封州 所以我就回不到家 来不及回家 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六月了 我现在才可以回到家 因为安排好那些我的工作 然后处理好全部事情了 我现在就有时间回家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要记录这个回家的过程 因为其实我是没有给我的爸爸妈妈知道 就是我今天回家 所以我就是打算给他们一个惊喜 就是我直接到家 然后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对 OK我们现在出发了啦 所以我们是自己驾车回家 对因为飞机票太贵了 嗯 飞机票实在太贵了 然后 你什么心情第一次驾这样长途 OK啦 就是 首次体验 首次体验 OK啦 十个小时吧我们 你累了跟我讲 我帮你讲 还是你要驾两个小时 我驾两个小时 我要驾三分钟剩下你家 耶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 应该是开始想不了啦 我上个星期收到妈妈的微信就是 问我几时回 然后我一直没有跟她讲 我就是讲说这个月内会回 没有讲具体几时会回 所以今天突然回去 看她的反应不懂会是真的 然后我的白是在昨天 你下个礼拜回来 榴莲没有 我买了棒冰鱼 熟冻给你 哈哈哈 她以后我下个星期才回 可是昨天她才送给我的 那个WhatsApp 然后她讲说 我们在巴申这边 K.O这边 买榴莲很贵的嘛 然后我家那边 榴莲会比较便宜 所以 每次我回家 就是 我妈都会买榴莲给我吃 这样子 对 她就以为我 没有这样快回家 她就怕榴莲的季节就是 要没有了 所以她就打算先买 买了放冰鱼 这样子存给我 等我回去才吃 然后其实我今天就回家了 哈哈哈 然后不懂会怎样 等下回到家不懂睡了 应该不会啊 因为我爸也是很早睡的 我们一定要趁他睡之前回家 这样子才可以看到 他的反应要 好 OK 我们到伊波了 我们到伊宝了 我们现在在伊宝休息站 因为我们还没有吃的 所以现在Ivan就是要去买杯面 我们在车上吃 就是简单解决我们的午餐 所以现在我们先吃晚餐 诶 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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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讲也算晚餐啊 你看几点了 正常人来讲已经是晚餐了好不好 看到现在是五点三十八 到了我家应该是八点多九点这样 看着物餐 你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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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